Lun Sang 女生的終身身 而今天找到一位 大馬時裝店的創辦人 就是Gloria,跟我們一起分享 你好… 你好,Lillian 可以跟我們分享 為何你當初會創立這間大馬時裝店 首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Gloria,大馬女裝店創辦人 我除了是老闆 我還是時裝設計師和媽媽 對,當初為何我會開設這間店 其實都是因為我自己的經歷 我從小到大 一直在街上買不到適合深水的衣服 因為市面上很多款式 都是比較媽媽的款式 比較鬆身、黑沉沉 但當時我還是一個年輕女 我希望自己…雖然我胖 但我可以胖得更好看 在機緣巧合下,創辦了這間店 但你現在看起來還是很年輕 而且我知道你真實也很年輕 已經兼顧了三個不同的身分 你覺得這三個身分 最不同的是甚麼 首先要老闆,要管理整條生意 設計師,連衣服的設計也要兼顧 還要做媽媽,那你如何取得平衡 其實我覺得要平衡所有東西 有些難度,唯有睡眠少 因為現在這個年代 做老闆除了要管理很多東西 還要做一些社交媒體上的創作 去吸引別人的眼瘡 你也兼顧了嗎 對…我們會拍片 擺放在社交平台上 用一些比較搞笑的方式 告訴大家我們有甚麼產品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在現在的年代… 但環境也一定要有很多 規矩圖的東西 對… 可能10年前 只要專注於自己的產品 就可以了 但現在這個世代 所以基本上你要兼顧現場面 也要兼顧自己的產品 那所以基本上我大不了 都是做產品的設計 品質控制 還有生日的現場面 還有管理網站 我現在就幸好有 有一群很好的同事 ulares介紹 出貨,以及在門市裡幫客人襯衣服 但你本身在開店前 有主要工作嗎 其實我以前是一個閃爐 應該走很前 因為我有試過打工 但真的不太喜歡單一的工作 而且我不喜歡被困在同一個空間 我喜歡到處去 你閃爐時有做過甚麼類型的工作 我閃爐時有做Ui、UX設計 平面設計、美甲、直眼節目 難怪這麼漂亮 基本上都是跟扮美有關的 所以網站應該是你自己設計的 應該是嗎 對… 太厲害了吧 但你本身大學也是讀相關的學科 才可以白足這麼多工作嗎 我以前是讀創意媒體 所以上學時也有學過 做網站、計劃、應用程式 拍照、拍攝影片 所以基本上全部東西 現在又能用得上 所以也覺得很幸運 那你現在創立了的年份是大概… 對,我們這裡是2018年開始的 當時是剛才畢業出來做了… 一會兒… 對,做了一會兒 然後又做一會兒 然後又覺得我真的買不到衣服 還有我覺得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在街上很多肥妹們的本質 真的很美 但就是因為她們沒有選擇 所以只可以穿一些黑沉沉 又闊的衣服 好像永遠都要遮遮掩掩掩 我個人的見解就是 如果你是肥胖的 遮掩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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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 街外的大馬時裝 都是用標準碼放大來做的 但其實大馬女生的身形有很多種 例如蘋果型、啤梨型、H型 倒三角形 H型是… H型即是直筒的,直筒 就是腰圍和臀圍差不多 是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每一個身形需要的東西不同 所以在街上買回來的東西 未必是每個女生都適合 所以我們也有大馬女裝的標準 我們的標準尺寸跟外面不同 因為大馬女生需要有獨特的剪刀 才能顯得出腰線 或是看上去乾淨、綺麗 而不是黑色的、褲袍大袖 今天看見你這麼漂亮 已經很明顯展現給大家看 其實大馬女裝 無論是顏色、用色、剪刀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謝謝你,你也很漂亮 應該是因為你本身也有接觸得多 但你本身在開設這個行業前 有特意去學習 到底時裝應該要怎樣做 或是大馬女裝要怎樣處理程序 其實我以前做Slash的時候 我也有一份兼職做配合模特兒 對,那是美國品牌 我剛好的尺寸和形狀 都是他們找的模特兒類型 所以我進去做 中間也有偷師、學習東西 雖然我不是時裝設計出身 但其實一直做、一直學習 一直看相關資料 一直慢慢去摸索 怎樣去做是最好的 現在時裝的流程都轉得很快 你平時自己設計一件衣服時 有否首先會考慮甚麼因素 是考慮身形的比例 還是潮流也很重要 我們要追求 其實我覺得要平衡 因為始終我們每個月 推出差不多十多二十個款式 每個月嗎 每個月 每個月開發十多二十個款式 所以也要平衡 有少許東西要跟隨潮流 亦有些款式要給予一些 比較喜歡穩妥款式的客人 亦有些款式要給予喜歡性感、可愛 對,即是會有不同的風格 每個月都要做 至於我們設計時要平衡甚麼因素 我覺得很多時香港女生會想的問題 就是第一,是否突然 第二,是否熱烈 對 第三,例如褲子會令你磨大腿 因為很多瘦的女生不明白 肥妹是會有磨大腿的問題 因為對比粗 走的時候便會磨 例如我們做一些短褲 我們也要去考慮 她的剪輯 如何令大腿的位置 不會每次塞上去 這些就是瘦人不會明白的 又或是一些褲子的剪輯 如何能做到下腹的位置不行 這些都是我們設計時 考慮的因素 專家 但可能有時候一件衣服 會否因為這樣而做幾個不同的版型 可能A這款是為啤梨型的女生 B這款可能是專門為不同的需求 還是不是 我們有同一款的衣服 但可以根據你的狀況而修改 我們通常每款 基本上我們都有一個既定的標準 例如白摺裙 白摺裙基本上 差不多所有身形的女生都能持續 白摺裙 例如啤梨型的女生穿 可能有些人真的有啤梨型的女生 例如我這樣 可能我穿完後會把裙子押起 我們就可以找我們的師傅加場 又或是特別去調整 這也是我們的優勢 不如請Gloria帶我去參觀你的店 好,出發吧 好 Gloria帶我進入你們的秘密基地 當然,當然要介紹給你認識 我們的靈魂人物 就是鍾師傅 鍾師傅,你好 鍾師傅是我們的子養師傅 而且是幫忙做改衣服 所以平時的流程就是… 可能Gloria設計了一些衣服 然後就給師傅看圖,是嗎 對,師傅是執行者 他會畫好紙樣 然後我們會… 我決定用甚麼物料 而且那件衣服有甚麼細節 要注意,我也會跟師傅溝通 然後我們會交給廠商去處理打扮 或者有時候在這裡打扮也會 對,也是看款式、看需要 對,又或者有時候 我們的客人是買完衣服之後 可能有些位置都不夠適合 或者是有些修改他想做的 也會由師傅去處理 師傅做了這麼多年的裁縫 也想問一下 有否遇過改衣最難的 會有甚麼經驗 有時候都會帶整件衝拆過來改 是嗎 所以有時候改不… 有時候就是改長改短 是 譬如有時候你改一個地方 它就是改一個地方不可以 會影響其他地方 就要把骨骼都蓋起來 從一拆平,收好它就把它撞起來 而且也想八卦一下 改衣有甚麼巧妙技巧 可以跟大家分享 巧妙當然有 有時候你拆了它就更簡單 把它撞起來 最重要是你拆了它,修改它 有時候譬如說 你只要改一輛胸 那輛胸的舊也要改 不是人家不能上去 是 接下來要拆起來 果然是經驗 而且聽說裙子 是否也有前後之分 有 以它們來說 後面多數較大,較長,較長,較長 怎樣 只是長度上或闊度上 都會因為這樣調整 闊度上也有,長度也是 通常後面會較長,較長 例如我們帶馬女生 因為臀部通常會大一點 或較囂張 如果裙子就這樣平 後面會拱起 會很容易走光 或是後面看起來很短 是 我們後面做長一點 便會避免這個問題 很貼心 不僅裡面有多一個打底的小褲子 還會有多一個小小的心機位置 對 她有打底味 有些女生在廣時報告 會有膽子穿一點 如果你不要打底 她就想穿一點,她會害怕 所以要安全、有美觀 參觀後回來繼續跟Gloria聊天 身邊也有我們的時尚預告 Josy 你好… 我想問你當初為何加入Gloria的團隊 我以前本身是幼稚園 對,我是幼稚園老師 以前的打扮都是黑白為主 即是黑白 再加上… 因為我以前幼稚園是穿便服 所以也是簡約 可能一條連身裙走到底 對,所以會變成 慢慢外出的衣著都很簡約 後來上網留意到Gloria的店 發現有很多不同款式 大馬也可以穿得不同 開始接觸她的衣服 上網先看 即是由客人開始 對,由客人開始 然後去店鋪光顧 買衣服 對,但為何會進來這裡做 其實本身只是客人 是一個很低調的客人 後來因為自己想轉行業 想離開自己的本行 剛好Gloria貼了一個帖文 說要請人 我膽怒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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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因為當時真的沒有做過賣物 的捉此要探護 所以再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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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啪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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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voir Gloria,你當初為何會覺得 其實Josie很適合我們 其實Josie本身擔任幼稚園老師 她有一種特別的親和力 因為她身為時尚指導 她也要跟客人有很親密的接觸 也要跟他們聊天 了解他們的職業、性格、身形 再幫他們配襯衣服 所以我覺得親和力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Josie有否印象中 最深刻的客戶或購物經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都很深刻 最普遍的是現在一開始 客戶不打扮 可能只喜歡穿黑色或鬆身 到現在慢慢會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看著她跟她們一起嘗試 因為經常在店舖 我會叫她們試不同的款式 她們願意嘗試的時候 當她們變得漂亮 感覺好像跟她們一起成長 還有有些可能有A力 變得看著她們拍拖 甚至她們會跟我分享她們的感情問題 好像變成朋友 這種感覺其實也很深刻 Gloria呢 有甚麼難忘的經歷嗎 我也分享一下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試過有一個客戶 她是非常自卑的 因為她以前的經歷是 她男朋友想她減肥 然後她減肥又減不了 減不成功 然後就去文才仔借錢 她借了三十多萬元 去一些減肥公司 做機器減肥 是 後來她減肥 但男朋友也離棄了她 之後我就安慰她 我跟她說 其實問題不是你胖不胖的問題 如果她喜歡你 她會… 你胖也喜歡你 瘦也喜歡你 不會因為你胖而不喜歡你 對 然後也一直有開解她 跟她談電話 後來再看到她 她已經有新男朋友 對,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 亦因為一直開解她 而且我不斷灌輸她 其實真的不關事 不要再因為胖而覺得自己 沒有人愛、沒有人要 這些觀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為何我們經常說 要發揮身體積極的 就是有很多香港人都誤會 身體積極的 即是肥胖 即是說我因為胖而驕傲 但其實不是的 我們不是在推廣肥胖 就是美麗、胖就是好的訊息 而是你喜歡 要懂得如何愛自己 如何自愛 這才是最重要的 有時在社交媒體 也說不出那麼多 可能大家都只會看過 所以我們唯有看到客人 面對面時 跟他們多說一些關於這方面的訊息 從而慢慢建立他們的自信心 對,這件事在剛才的個案 也是比較難忘的 對,直接用行動去改變他們 或透過聊天說話去感染他們 把快樂傳給他們 對 對 在現在的六年期間 有否在創業路上 覺得最困難的是甚麼 我覺得經常會有困難 但重點是要想如何解決它 我想暫時… 其實現在也很困難 香港的經營環境也很困難 文化也有關係 我想先說文化 因為我們覺得 很多香港的女生越來越害怕 別人的目光 對 這種情況 現在是有差的情況 但早幾年明明好像變好了 是否因為大家躲在家裡 所以覺得變好了 對,我想有機會是這樣 而且當時大家戴口罩 容貌、身材也不太嚴重 因為戴口罩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但現在除了口罩之後 再加上… 健全上 對… 而且上班後不能再工作 所以不能再躲在家裡 對 另外,我們之前疫情時 也差點不行 當時因為疫情 晚上不能外出吃飯 是 基本上沒有人外出 情況也很惡劣 於是當時我們買了一架火箱 後面安裝了一條鐵通 在鐵通上放了衣服的顯示 因為大馬女裝 很多時候大家怕就這樣上網 會重複 是 所以如果她有… 有機會不適合身 對,她有得套一下 有得試一下,有得摸一下 有得看看實物的話 可能會比較好 於是當時我們每星期 都會去不同的區域 例如我會預先出帖文說 今天星期五我會去沙田哪裡 然後我一開始都很擔心 到底會否有人來 怎料反應很好 當時大家會帶點食物來找我 然後把水果切過來 一盒盒地 大家一起很開心地吃東西 我覺得那件事是非常溫暖的 流動店 即是大家不能上來 我下區去找大家 對… 主要是因為大家都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區 因為它沒有地方去 街道很安靜 所以我們搞了流動車的計劃 後來疫情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便放了一輛車 對,所以… 原來已經跟她說再見了 對,已經再見了 任務完成,功成身退 對… 大馬時裝可以說是比較專門 為某一類朋友設計 為他們設計更多不同種類的服裝 可否客員會更穩定 對你來說是更容易管理和管理 如果我們是穩定保守款式的話 應該更容易管理 但我們並不是 我到現在仍然堅持一件事 我覺得肥妹也可以很有風格 很漂亮 不一定要闊頭大袖 遮遮掩掩掩地走出來 所以到現在仍然堅持 謝謝你的堅持 可以令更多的女生 無論是甚麼體態 都可以展現自己的美態 謝謝你… 今集先聊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繼續跟Gloria 再聊些關於大馬時裝店的 一些創業小故事 我們到達一集 Alexandros